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信宇 本期的长行讲座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有关打入方面的一些这个图形啊 一个这个常用的布局啊 我们都是来 尽量啊 都是让大家都能够很明 明显的 知道这个棋是怎么来的 而且呢 这个棋 想必大家都是 在实战中都下过的 在这边 白棋呢 逼住一首棋呢 也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接下来 白棋呢 有这个打入 打入 以及这么打入的 种种手段 种种手段 作为黑棋来说呢 这个是需要提防 那么 黑棋暂时不走 拖延他 在他其他地方呢 行棋 也可以 我们把这个黑棋这两个子先补上啊 但是黑棋啊 也在这呢 也有一个积极的下方 就是呢 我们俗话说 先下手为强 进攻 把他当做最好的防守 就是 在你要打入我之前啊 我还有种种打算 我先 抢先一步 打入这个白棋 这个棋呢 就是说呢 可以说是 非常积极的意思啊 也是呢 就是说呢 挺有力的意思 那么 以后的这个变化 怎么样 我们呢 自己呢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由于被黑棋这个打入啊 白棋 暂时对黑棋的冲击 意思呢 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现在跑去 打入人家啊 这个黑棋在压住啊 这些都是白棋呢 就是说呢 没有什么 一点呢 都不严厉啊 本身 而且黑棋这个 这个这个子啊 位置呢 还非 还刚刚好 如果你打入这个 这白棋 最常见的 普通的变化 那么黑棋就立下来 这个白棋度过啊 黑棋就连回来 这个白棋呢 已经没有什么收获 这个子 几乎啊 都很危险了 可见呢 白棋啊 对黑棋这里的手段 暂时 已经呢 没有机会啊 来下了 这个也是 黑棋的这个 棋的这个 打入的一个 机敏之处 那么白棋 在这边如何应对呢 白棋呢 普通啊 普通呢 是压一个啊 普通是压一个 再压一个来说呢 呃 白棋 不是呢 特别满意啊 呃 由于这边子力多啊 黑棋呢 这个真子一般来说呢 呃 是有利的啊 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黑棋可以挖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真子 黑棋可以挖 这个真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当白棋打了以后啊 啊 沾上的时候啊 这个黑棋打吃的 这个真子 这个真子有利啊 白棋 被黑棋提掉 这个是不太可能啊 这个是 虽然有些棋 有些这个棋 有些这个棋 哎呃 这个打吃一度过 好像也挺舒服的嘛 这个木树好像也不少 但是这个外面 被黑棋啊 这个 这个提掉一个以后 这个损失太大啊 对于中央的这个范围啊 都就是说呢 呃 未来这个发展 影响呢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呢 是一般是绝对不可取的 即使非一个啊 一旦以捷才有利 他就搬下去 那么真子不利 白棋打这个啊 打这个就很勉强啊 虽然也有打一个贴一个的啊 这个下法 但是呢 由于这边有很多指令啊 这个下法呢 白棋呢 明显不行 黑棋就打吃 白棋立 黑棋搬住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变化 黑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啊 走一个啊 这个走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定时啊 所熟知的定时 那么黑棋就搬过去 这一通鸭以后呢 我们就不多白了啊 这一通鸭以后 黑棋在这边形成很大的势力 而白棋在这里所走的这些纸 由于黑棋这里这么多纸 是块活棋 走完以后黑棋可以 尖顶一个做活 是块活棋 那么白棋呢 没有任何所得 这个白棋呢 也是不太好 所以当白棋 当黑棋这个挖的时候 白棋从底下打 不成立 不成立 那么底下打不成立呢 只有从 外面 打吃 只有从外面打吃 黑棋呢 接散 接散 白棋呢 整退 黑棋整退 然后挡一个 不行 挡一个就是说 被黑棋吃掉一个子 这个白棋呢 损失还是有些大 损失还是有些大 虽然白棋能够守住这个脚 但是呢 这个黑棋啊 就是说 打入以后 吃掉白棋一个子 把这边的毛病也都补掉了 还成了这么多木 这个 这个白棋 可以说几乎是 大败而归 大败而归 简单的看一看 白棋的这两个脚 这是大家手术是一样的 白棋的这两个脚 好像跟黑棋这一块棋的木数差不多 这边黑棋还有两手棋呢 这个是简单的方法 白棋有大败的样子 这白棋呢 也只有退 也只有退 那么黑棋 爬 做货 白棋呢 这有斑和立的两种下方 斑 虽然比较厚 比较厚 但是 这个木数是非常的吃亏 非常的吃亏 这个黑棋吃掉 通过这一打入 获得了这么大一个脚 这么大一个脚 就是这样 黑棋在木数上 得力呢 是非常的多 是非常的多 这个棋 白棋啊 就是说呢 会有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黑棋得了这么一大脚以后 在实地上 黑棋可以说要领行 再一个呢 就是说呢 黑棋 黑棋在这里定了行李以后 把这个把这个地方赶快定型定掉了以后 这个 呃 白棋呢 可变化的余地呢 就少了 啊 少了 那么以后 对于白棋在这一带的打入 黑棋呢 就是说呢 比较好处理 比较好处理 就是黑棋简单的稍作退让 稍作退让 就是说呢 让你这个扣事没有大的发挥作用 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 这也是就是黑棋为什么啊 比较急于打进来 这个行李的一个道理 就是把这个变化 走干净了啊 那么白棋在这里 可自由发挥的余地呢 就少了 如果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个这个棋什么都没有 那么白棋 该白棋能白棋先先动手的话呢 白棋在这里呢 就可以发挥啊 它可以取地取势等等 那这样呢 白棋再去发挥呢 只能是强行 怎么样很凶的攻击黑棋 这样一点点 小的实力便宜 不足以弥补这个角的损失 那么 如果不搬 如果不搬 那么 白棋呢 也就只有是 另外一种下方 就是利益 利益 利益在物数上 虽然说 明显要好于这个 联邦 好于这个联邦 但是呢 它也有 它的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呢 就是说呢 它 不如刚才那样厚实 第一 不如刚才那样厚实 第二 被黑棋 这个尖了以后 黑棋阿鲁尖了以后 这个子有了以后呢 那么 对于 由于这个阿鲁 有机缘 对于黑棋这块棋 也能呢 起到很大的帮助 也能起到这个 很大的帮助 这是黑棋这个 收获的 比较多的地方 白棋外围呢 还欠缺一个虎 白棋外围欠缺一个虎 如果你虎呢 它拆 如果你拆呢 黑棋还可以加 黑棋还可以加 这个呢 白棋呢 没有两全支侧 白棋没有两全支侧 黑棋呢 在掏脚 得到一定 实地的同时呢 也加强了这块棋 这个结果呢 应该来说 黑棋呢 也是 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 白棋 如果不斑张力 这个结果可以说呢 是大同小异 黑棋打 黑棋 虽然少了这个尖 对那边的资源 但是呢 白棋呢 这里少了一拐以后呢 这里棋形呢 也变得更加薄了 变得更加急于 这个加 变得更加严厉 变得更加急于 要补一个 这样黑棋呢 抢占到这个腰点 由于自身 有加 有断 白棋的意识呢 也没有好的手段呢 去冲击黑棋 特地黑棋 以后 急了 还可以用这个 尖顶的线索 总之来说呢 这个黑棋呢 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 那个 刚才的变化 我们可以呢 这个 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呢 在黑棋打入的时候呢 白棋压 被黑棋 袜张以后啊 白棋呢 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黑棋 其结果呢 就是黑棋在得到了实地的同时呢 白棋的外势 没有好的 发挥的余地 所以呢 对于黑棋打入 白棋压 可以说呢 白棋呢 是不能满意的 是不能满意 那么 白棋压啊 我们呢 已经给他 就是说呢 可以说是排除掉 排除掉 觉得不太好 那么呢 白棋就要另想办法 当然了 在排除掉 实战中之前呢 你还是 先抬头呢 看一眼 先抬头看一眼 真子确实黑棋有利 那么我再排除掉 万一这个地方 绝不是个这样的选择 白棋争执有利 那你就错失了 这个压的机会 这个抬头 看一眼争执 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 当黑棋跳时呢 白棋 那不黑棋打入时呢 白棋呢 这个最强的下法 也是应该这么下的 就是打入 打入 就要跳起了 那么 有了这个跳以后 这里又多了一个 这里又多了 下一步 这个地方的打入 就会变得 这个越来越严厉起来 刚才由于没有这个 这个打入 可能呢 黑棋呢 还不太怕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 这个 会呢 更加的这个严厉 那么黑棋 如果说 这是点三三 掏一个呢 这个白棋呢 不用太怕 白棋不用太怕 那么白棋 可以打 黑棋点角 虽然得了一些目数 但白棋自身的形状 还是非常的完整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黑棋 在斑张的时候 白棋都可以爬一个 都可以爬一个 现在由于有了这 有了这有了子 不用就不用这样 就可以爬一个 稍稍呢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呢 再于这一带 打入 这时候呢 由于有这些子弟的帮忙 这个棋呢 黑棋呢 会有些这个危险 为什么会有些危险呢 因为当黑棋再拖断的时候 白棋呢 就不是 它就不一定是打车 打车爬回来 让黑棋吃掉 这黑棋不怕 白棋有可能强行 就是直接传出去 这个地方 黑棋是黑棋需要注意的 虽然你可以吃 你可以吃掉一点点 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被打下去了 你可以吃掉一点点 那么呢 白棋呢 第一 说不定 有可能强行打 等你沾的时候 它再跑 第二个呢 它就算这么打了 冲 这个黑棋以后 也会非常的苦 你沾上 它沾上 这里先尖一下 已经不活了 然后把这个头一封 那这个 这个都是有用 所以说呢 单纯的 这个 逃跑 黑棋呢 这个是 不用怕的 黑棋是不用怕的 单纯点脚 那么黑棋呢 势必 势必呢 也要这个 用强 势必也要用强 那么呢 它用强呢 就是说呢 嗯 这个棋 只有跳出来 继续跳出来 嗯 作为黑棋来说呢 这个跳出来 意思是纠缠住 白棋这两个子啊 纠缠住 白棋这两个子 嗯 以缓解呢 自身的压力 自身 白棋这两个子 是厚的 那么 它打住 它反过来打住 比较厉害 那白棋是薄的话呢 白棋是没有机会 去 去走的 可以跳出来 也是这个 是 接下来一步 嗯 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然后呢 白棋呢 在这里啊 需要继续这个 行棋 白棋在这里 需要继续行棋 白棋呢 嗯 普通一点呢 就是说呢 是 跳一个 跳一个 或者呢 是飞一个 是飞一个 因为在这边 看不到明显的好点 看不到明显的好点 如果呢 就是说 嗯 这个棋 被黑棋飞下来 再至于这边呢 就是说 黑棋获利太大 黑棋获利太大 你白棋 假设简单的 你不抢这个 你假设简单的 这个 跳这个 那么这个 被黑棋飞下来 这个是有些 不肯啊 有些不肯 所以呢 要在这一带走一个啊 跳一个也有啊 这个 飞一个呢 也有 飞一个也 嗯 这个棋呢 嗯 也有的就是说 坚顶 这个坚顶呢 暂时呢 不移 就是说呢 呃 急急忙忙去走的 它立下来 啊 这个 这个挖断是不存在的 那么 挖断不存在的话呢 你虽然坚顶到一下 但是呢 这个走完以后啊 黑棋以后 也可以坚顶 这个 得失啊 呃 也是 非常的难讲 呃 很难说 搞不清 那么 那么 白棋呢 普通呢 是跳 或者是走这个 都可以 那么 接下来呢 黑棋呢 就是说呢 下法呢 就是说 呃 有两种 啊 有两种 一种呢 呃 是有 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一种是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一种呢 就是呢 继续战斗 继续战斗呢 当然很简单 就是跳 啊 就跳 白棋呢 现在可以 啊 跳 去了 真的再飞下去 比刚才飞下去的威力呢 真的肯定是要小得多 那么呢 呃 这个结果呢 可以说马上进入一场混战 啊 混战 这个黑棋连跳三个啊 连跳三个 白棋连跳三个 谁弱 谁强 谁弱 不知道 而黑棋这里呢 还舒时刻刻也得小心 白棋再打入进来 这个呢 可以说是双方呢 呃 一场 没有把握的战斗 没有把握的战斗 呃 好 与坏 这个东西呢 呃 只能说是看谁的这个力量大了 啊 只能看谁的力量大了 啊 那么 我们所说的黑棋呢 还有一种机会 还有一种机会 就是说呢 可以这个和平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 什么是呢 黑棋这时候顶 黑棋借顶一下 嗯 尖顶一下呢 呃 它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就是呢 有了这顶以后 这里的毛病 我们所说的白棋 以后要打入的毛病 没了 啊 没了 白棋呢 肯定要立 啊 白棋肯定要立 这个不能让度过 当然你不更不能去挤一下 啊 这个底下太熟了 当 当这个黑棋啊 外面 那边夹太厚了 所以呢 也是立 也是立 这时候呢 黑棋呢 再拖 拖 这个拖当然本身呢 呃 木树也比较顺 呃 是比较顺 如果你现在走的话呢 呃 那么 白棋呢 可能会仿坚你一下 这个有点 既然坚了以后呢 就别让白棋仿坚 拖一个 本身木树是 就是非常吃亏的 非常吃亏 因为这个 本来是点三三啊 要收空的话 当然是点三三 那么 白棋立 啊 黑棋拖 这个前提注意啊 我们刚才说白棋 这个挤是不可能 挤完了以后 你再立 当然是可以 但是黑棋可以 这个随时可以 这个刺就可以用 那么黑棋就可以 把这个都给 飞掉 让你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来顶 但是你 不挤这一下 不挤这一下的话呢 那么 这个挤 再挤就挤不到了 再挤这个就挤不到了 那么黑棋现在可以拖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白棋帮助 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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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嗯 黑棋局部的手法是很熟的啊 是很熟的 当然黑棋的目的 大家也要知道 它并不是 和这个 白棋打结 并不是说 打结 你走进来 我要跟你打结 这个黑棋没有结材 当然了 顺便说一声 白棋是不能打的 最打 即算是你在小飞的位置啊 这个也不能打 先被人家打一下 这个缩回去啊 这个 然后人家做结就比较轻松了 所以呢 这个打是不能打的 最为小飞来说 也是 也是 他胡的时候 你退一个了 白棋呢 然后 然后 这时候黑棋 我们刚才说了 它手法不是打结 它 脱了虎啊 加强这两个的主要目的呢 它是 要挖荡 挖荡这个白棋 挖荡这个白棋 这时候呢 白棋这两个子呢 就是说呢 已经呢 被断开了 已经被断开了 我们也说了 当黑棋拖了以后 白棋就是说的 是没有机会呢 防止这个断点 你要想防止断点 只有在黑棋接的时候就去 但那时候又太损了 不肯下 那么挖了以后 白棋呢 把吃啊 黑棋张上 白棋呢 这两个子呢 已经呢 不宜呢 这个掏出 已经不宜掏出 白棋如果想继续跑啊 这个是过分的 这个是过分的 黑棋断了 虽然你有虎的这个手段啊 虎的手段 但是这个没有用 这个自身的味道太坏了 黑棋就是老老实地接上就行 这个地方一路很明显是搬不过的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 这个这个是明显是搬不过的 这个底下这个毛病太多 那么 被这个黑棋挖 沾以后啊 挖沾以后呢 白棋呢 这两个子呢 就好像已经不好在这个逃跑啊 已经不好在逃跑 那么 其实呢 就是说 呃 那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 呃 是不是这个 白棋不行啊 就回去吃掉了 其实呢 这棋呢 也很难讲 也很难讲 嗯 再补充一点啊 补充一个图 刚才呢 这个断了也可以 就是呢 呃 白棋张的时候 黑棋搬这个也很简明啊 你打次我就接手 你张上我就打了张 你走这个呢 再打也可以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明的图 其实呢 白棋 现在呢 也不一定 因为黑棋啊 白棋死了这两个以后呢 也不一定 因为黑棋这个托和这个虎 本身是非常损的 把这个角控呢 都走掉了 那么白棋这时候呢 直接打吃 即可 也是可以考虑 接下来呢 黑棋呢 比较呢 这个满板 黑棋如果老实张上 那白棋便宜 那我就张上 下面啊 再封住 这个有鲜手味道 全部封紧了 以后这里要收器吃 脚方的空呢 也都在 这个呢 白棋 黑棋脏 当然是不肯 那么黑棋呢 就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呢 就直接断吃 直接断吃掉呢 白棋啊 以后呢 呃 比如说 有尖的光子啊 或者提掉 甚至于来说呢 以后接上 也是可以的 你白棋 黑棋不见能藏 藏我先手挤断你 啊 这个 也不仅是白棋 白棋呢 就是留下 种种余味以后呢 再拖鞋 再在其他地方拖鞋 这个结果呢 白棋其实也可以接手 白棋在这个脚上 获得的木树比较大 黑棋 当然呢 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啊 加强了这个同时呢 也有一定收获 但是呢 就是落了一定后手 黑棋呢 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是断在这个地方 断这个地方 嗯 这个区别呢 要根据这个 看全局以后的后报而定啊 因为不管你断在这 还是断在这 黑白棋呢 都不会走 断在这呢 就是说呢 以后补 没得补啊 吃的比较小 以后你就补一个呢 这个明显吃小了啊 不如断在这里 这个是明显的 那么 断这个以后呢 弱点呢 就是说呢 白棋 白棋 一拖啊 把两个子 就很复复的 就连回去 但是呢 黑棋这个段 能否成立啊 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拖以后 我黑棋不走 以后根据情况 我能不能挖进来 啊 能不能挖进来 这个呢 是很有区别的啊 如果是结算能挖进来 那么白棋呢 这个呢 很明显的 就是说呢 吃亏了 所以黑棋这个底下段和上面段啊 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根据呢 具体怎么走 你要根据呢 全盘的这个情况呢 而定 今天呢 这个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可以说呢 黑棋的打入啊 是非常积极的一手棋 大家呢 在实战中呢 可以这个 尽情的运用一下 嗯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们拨打热心电话 或者是 发邮件 我们呢 尽量呢 给予回复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